第五集 疯狂的斧子 今天蓝宝妈妈要给我们做苹果蛋糕 越早摘完越早吃到 怎么回事 豪哥 对不起 我只是想快点 知道怎样才能真的快点吗 法力大体骗 来吧 我好冷 别烧俺的脚 好 火机们我能不能 火机们不想 好冷 好 怎么回事 你看起来不怎么开心 就是没事 你在做什么 我的背有点痒 可我够不到 你的袋子里有没有什么宝贝能帮上我 有吗 我不敢保证 我找找看 我就说 好吧 至少你 吴尔刚叔叔 你还好吧 还好 简直棒极了 天呐 好舒服 我觉得这个百宝袋不错 你太谨虚了 苗妹你在干嘛 想办法让新药剂别爆炸 可是我找不到红丝绒百合 红丝绒百合 很快就有 等一下 草药学外行可搞不懂 一朵花而已 能有多 难 不是红色的 差不多 这是红丝绒百合是吧 不是 情况不太 失败 多谢帮忙 但是魔法的事就交给有法力的来做好吗 是啊 我在想什么呢 他从没派上过用场 他从没派上过用场 这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 会不会是 一个宝箱 诸少王大明 是我的 我的 我的 不对 亲爱的 是我的 我的 不对 是我的 不对 是我的 不对 是我的 尊重事实 是我先看到的 恕我直言 是我先看到的 大胆 我是女王 这岛上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咱们还不知道里面装着是什么 我先打开看看 然后再决定怎么分配我的财宝 不是 是 我是女王 我的 给我 不是 王大德 夫子头又飞出去了 啊 儿子 怎么了 咱们是这儿唯一没有法力的 你不觉得沮丧吗 不会 作为元气一族 我很自豪 我们有很多别的优点 但是没有法力 你只是没发现 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 就像那句老谚语说的一样 拜托爸爸 别又是你自己编的 那句谚语就是 实践能够孕育伟大的技能 您是说我该继续练习 就是这样 不断的努力 你将来才有可能掌握那个白宝袋的终极命 如果你能给我变一把新的斧子 我会感激你的 好吧 我一定要练到掌握你的窍门为止 加油 爸爸需要一把新斧子 一次成功 还不做 还不做 你 不好了 你不能叫我做 停下来 怎么还有一把 停下来 我要求你们 我命令你们停下来 我得找人来帮忙 现在怎么办 只要有蠕虫在 我们永远别想拿回包箱 可是看看这个小家伙 他多可爱 飞劲巴拉的要吃了我们 累坏了 我说王大明 告诉你一件趣事 巨型蠕虫在睡着的时候 雷打不动 说的对 大王 他会像喝醉一样好几天不喜人事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走过去随随便便的拿走包箱 而他根本不知道 真的吗 我来拿 快快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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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睡得冲冲是我的乖宝宝 我觉得他可能睡饱了 慢吧 快睡吧 公司怪越来越多了 得在他们毁坏整片森林前阻止他们 没问题 来用冰雪之力对付他们 很容易吗 我也来试试 绿光之力 雷电出击 别担心了 蓝宝 我们很快搞定他们 不一定 快看 这也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你的百宝袋被感染了 我们得毁了它 不行 不能这样 这是我唯一的法宝 而且这是米卡送给我的礼物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好了 王大明 准备 准备什么 你们两个真是蠢才 你们两个真是蠢才 都是我的了 狂风出息 狂风出息 我们还要这样打多久 也许只要把袋子封住就能阻止他们 该怎么办才好 怪物好像无穷无尽 什么声音 那些斧头 快看 太不可思议了 谢谢白宝袋 是时候说再见了 说再见 说再见 为什么 不能冒险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 毁了它吧 但你很爱这个袋子 我更爱我的朋友 来吧 第二 光之力 雷电出击 白宝袋 白宝袋 它还在 奇怪 它恢复正常了 现在它是个正常的白宝袋了 我的白宝袋 我们想不通的事情 也不止这一件 我们想不通的事情 也不止这一件 救命啊 我的我的 螃蟹 啥也没有 全是螃蟹 打倒我 救命啊 好